大部分欧美人士都无法做到全部这地的亚洲蹲图鞋自新浪网分享。 大部分欧美人士都无法做到全部这地的亚洲蹲图鞋自新浪网分享。 最近朋友圈被一个动作刷屏了,这种火遍全球的亚洲蹲Asian Squirt标准的姿势应该是这样的,后脚跟完全着的,脚跟翘起来的不算神奇的是, 大部分欧美人士都无法做到全部这地。 前江网报报道,长久以来欧美人对神秘的东方都有一种迷之好奇,奇奇怪怪的问题简直层出不穷,像亚洲人一样拳脚着地的亚洲蹲也是让外国人难以解释的迷思。 他们甚至还出了个教程,教欧美人应该怎么蹲。 1. 双脚分开与清同宽。 2. 慢慢地蹲下直到你的屁股无限接近脚后跟。 3. 为了保持平衡你也可以把个直窝撑在膝盖上。 3. 然而当他们自己尝试之后,结果却无法做到,脚跟人会翘起来。 3. 据报道,在外国直呼上有这么一个问题,为什么只有亚洲人能做亚洲蹲? 据一项调查显示,只有13%的美国人可以做到亚洲蹲。 而其中不是美籍亚,依旧是鱼且狂。 亚洲蹲真的指有亚洲人才能做到。 关于这个问题,网上是这样回答的。 亚洲人能蹲下的原因是因为腿短,而蹲不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。 一是太胖了,二是根线太短了。 不过报道说,最近他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实,俄罗斯人其实也可以这么蹲。 俄罗斯人的斯拉夫蹲一点也不比亚洲蹲逊色。 斯拉夫蹲的独特姿势完全符合人体工程学。 每一个斯拉夫蹲的年轻人都不会轻易的站起来。 其实在中国人的肢体语言中,下蹲代表一种舒适。 欠意和放松,在广场上车站旁这样的姿势比比皆是。 另据当代广西报道,从历史角度说,这种东姿源于印度,然后传。 到中国,亚洲人民发现这个蹲姿是最理想的进食姿势,同时也是最方便的排便姿势。 和亚洲蹲类似的还有一个词,叫泡菜蹲。 这两个词意思相似。 美国一个在线的礼语词典这样解释泡菜蹲。 军队里流行的军事礼语。 90%的亚洲人都能蹲。 大多数亚洲人能够在等公交车抽烟,接手的时候长时间保持蹲姿。 但只有少数美国人能够保持这种姿势。 蹲式厕所也让亚洲人更擅长亚洲蹲。 据网上所称,白人男性族根部活动度相对较差,而亚洲人根部屈肌比较灵活。 所以亚洲人更擅长亚洲蹲。